講到救國團 已經在十一一個 百姓少年外黨來出名 不過在四年前 不同東三委員會 已經鎮定救國團 是國民黨的付席組織 上國會又扮聽政務會 從對著他的財產來玩 救國團在今天遊館宣佈 要在求多期間 推出三百項實體贏對外黨 百姓連團控連以外黨 最出名的救國團 十六條開記者會 宣佈在尊修公益的冠軍之下 要推出三百項實體贏對外黨 我們大部分的活動 都是在山林當中 在海邊 就是比較空曠的地方 在各個活動裡面 都有準備大量的快篩的試劑 那當然我們希望來參加活動的人 首先你必須自己要快篩一下 不同東三處理委員會 四年前認定救國團 是國民黨付席組織 上國會十七條開第二次聽政會 調查他的財產來館 也只出 救國團在委員時期 疫情連外黨做暗檻 按照國民黨的支持 進行政治進行的工作 救國團會上共調 收集合法政黨 一國過後接受媒體訪問 還在對政治進行 公開表達不動議 有關青年這部分的分工 上面那個文件講得很清楚 救國團負責的是活動 至於政治徵訪 他們講的什麼監控校園 這一部分 那個是群制單位的責任 參加會議我們有參加 那參加會議的人 他可能有提供一些意見 那這個是正常 但是你說我們負責這個業務 負責這個工作 我想這個跟事實是不合的 過期郭民黨中相會 這個會議的記錄 郭民黨要對青年學生 這個暗示 控制 一定就要透過救國團 這件事是非常容易 董三會表示 保證約會在 站對上來聽政會資料 進行調查 利後種分析 董三會接下來 可能會做行政出分 救國團如果沒有動議 就會怕行政訴訟 也許救國團也會 跟董三會進行合作 記者告文看 manten在 這次正在